大家好 我沒有想過我會拍這類型的影片 因為自從我說過兩性的事情之後 我經常都會收到很多你們的問題 就是女生最喜歡問我 究竟這男生怎樣想 究竟是否喜歡他 究竟他對他有沒有意思 究竟這男生喜歡什麼類型的女生 究竟陳怡你怎樣想我和他 但可能他們只是寫了一千幾百字給我 有些可能寫了幾十字給我 然後就要我回答他究竟這個男生怎樣想他 我經常都覺得一件事 如果你能說出一句 男人是很難明白 或者你不知道這個男生在想什麼 其實本來這個問題已經是一個問題 因為男人是我認識這麼多種動物裡面 最容易明白 容易明白那個女人 容易明白那隻狗 那隻貓 究竟是你們真的不明白他 不明白你這個對象 還是你是掩著眼睛 掩著眼睛 掩著眼睛 不想去聽 不想看到 即是不想知道事實 騙著自己 這個男人是很喜歡自己 真心對你 那聽得最多的故事就是 即我拍了影片這麼久 聽得最多的就是 很多時候 那些女生 擺明就被人當是炮友 即是 有時可能會說掛著你想見你 同一天說掛著你 同一天就說要見你 你上來我家 我煮了飯 我做了一些食物 你上來 那女生就會上去 那男生可能跟他聊了一陣子 然後就上床 然後就會很細心地 很溫柔 很體貼地 幫他找了一輛的士 還要是那個女生給錢 然後那個女生就會問我 就說 陳怡你究竟覺得 這個男生對我有意思呢 她雖然每次見面都跟她上床 但是她說掛著我 她會打給我 她會幫我叫的士 她會煮飯給我吃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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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 即是我覺得女人 是不願意面對現實 到一個程度是 你們會撿撿撿撿撿 撿藥地撿光 那些很... 就是浪費的東西 然後你們會告訴我 這一份是主菜 然後真的是 最大份那份主菜 你們是當是看不到的 然後就來問我意見 然後有時候如果我很直接 我沒有時間 或者是我不太想回覆你 我會說 他當你是炮友 然後你們就會 路收成路就說 你根本都不認識我 你都不了解我和他處境 你都不認識這個男生 這個男生 他對我做過... 這些事情 然後就... 於是者 其實... 在我很早期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們 後來回覆 然後我後來就發覺 其實根本是多久了 一個不願意醒的人 你千萬不要叫他醒 有些女人 我覺得是真心教的 他們真的覺得看不到 因為他們喜歡這個人之後 他們覺得這個人 對他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對自己有意思 他們不明白 其實我想大家要理解一件事 就是兩情相約是很難的 你們不要以為兩情相約很容易 就是... 兩個真相愛的人 即使結婚也不一定是兩情相約 可能只是一方喜歡一方 連另一方可能喜歡他的錢 或者其他條件上的事情 那... 我覺得不要這麼... 有時候這麼... 單方便 經常都會覺得 啊... 我喜歡這個男生 我自己條件又這麼好 對方一定是... 都是對我一樣 啊... 男女都是... 就是... 不要經常覺得... 就是... 對方是一定會跟你有一樣的感覺 就是我做了這麼多年人 我也覺得... 你在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點 大家的那種所謂真愛相愛 是很困難的 很多的情況都是一方便 或者是一方便喜歡另一方 然後另一方就是拿自己的某些條件 而所謂都... 就是需要自己 或者喜歡自己 那... 都... 我剛才說到啦 男人是很容易理解的 我無論在職場上跟人做事 日常交際我的男性朋友 或者是感情上 我都覺得男人其實沒有什麼隱瞞 就是... 男人不會像女人那樣說 譬如一些喜歡的事情 會說到不喜歡 明明生氣又不生氣 不知道又... 笑女藏刀對著女人 就是... 也不會的 這些是女人才會做的 或者是... 男人不會這麼愚蠢 是... 見到一個自己不喜歡 或者完全是沒有吸引力的女人 然後還會說什麼 對你好 愛你 就是... 基本上都不會的 男人就是那一刻 他是... 喜歡你 他就會很明顯地表現出來 如果你們是有問題 或者是對他們的行為 有些不理解的 其實已經說了答案給你聽 就是... 我就是要說到這麼白 我想可能你們才會明白 但可能我覺得 你們聽到這裡 你們都不會相信這個事實 你們都會覺得 每一樣東西都有例外的 而且你都不認識我 你都不認識我跟他之間怎麼相處 你都看不到我的樣子 我是很漂亮的 他對我很好的 就是類似這些 但是如果一個人 就是... 你口中說到這麼喜歡你 我想你都不用問我 你都不用第三者 去... 說一個你想聽的答案給你聽 是的 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麼久以來 我收到很多觀眾的故事 那種見解 其實有時候男人都會 但這個情況比較少 我記得我之前說的那個男人 飛去馬來西亞 追女生 丟下子女 然後他老婆之前 前妻又難倒 一屁債 各樣的 然後自己先都不先下 那種... 他都會覺得那個女生是有機 就是有這些 不面對現實的人 但是比例可能是 一比一百 就是... 你一百個女人裡面 可能... 就是... 會有這種不面對現實的情況 裡面可能有一個是男人 就是不面對現實 那... 但是我覺得無論如何 都是... 我想... 那個癥結就是... 我想女人你們要明白一件事 不要經常覺得自己年輕 或者某些條件 或者覺得自己多美女 得天獨口 我經常覺得一件事 真的... 相愛是... 很難的 你喜歡一個人 同一時間 這個人又喜歡你 是很難的 這是我做了那麼多年人的結論 那你說當然你可以某些條件 例如你本身很有錢 那那個人... 他不喜歡你 都會因為你條件上 而覺得需要你 而喜歡你 服侍你 遷就你 愛你 行為上會這樣表現出來 但是如果說到 在心裡面那種... 那種的愛呢 在同一個時間空間發生 是很難的 或者是一種需要 需要是比較多的 一個人很需要的本 一個女生很需要 一個男朋友的角色在旁邊 和自己吃飯飯 一個男朋友很需要 一個女人 無論是肉體上 還是一個... 在地位上 他會想要一個老婆 那... 這種情況就很多了 那... 那... 這條片我也不知道 怎樣可以說得再白了 我已經說得很白了 所以你們都不需要經常問我 尤其是一個問題 我發覺你們的女生 很喜歡問我 你不要以為 十幾二十歲的女生 才會問我這些問題 三十幾四十歲的女生 都會問我這些問題 究竟這個男人 他形容了 千人二千字 他們的故事 究竟這個男人 喜歡什麼類型的女生 或者會覺得 把他出生年入給我看 說這個男人 喜歡什麼類型的女生 其實... 你問你為什麼 如果這個男人 是喜歡你的話 我想他已經在追著你 或者是... 會有很多表示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你問你都多餘 你想怎樣 你想問完之後 然後你去打扮到 或者是... 我當真的有一個人 很神仙 完全猜到這個人 他這身人 只喜歡某這款女人 然後你去... 我當真的有這樣的人 你是不是去假裝他 或者整容 打扮 或者那個性格 甚至... 令到你自己 成為這個人 心目中的 那個所謂女神 那個樣子 不會的 對吧 這件事 我覺得不太合理 但是... 很多女人都很斟 這件事 經常都說 究竟他喜歡什麼類型的女生 我真的... 被人問很多 其實... 在最後 我覺得每個人 都沒有一個特別喜歡的類型 有些女生 經常說 我喜歡這類型的類型 或者喜歡書身型 其實當你真的看到那個人 你喜歡他 就是喜歡 就是有愛的那種感覺 哪有一個類型的呢 類型只是我們腦裡以為的 甚至很多時候 我們腦裡喜歡的那種類型 都是跟我們實際 真正拍拖和結婚的人相反的 這就是我自己看回來的 那種經驗的例子 也很多時候 女生他們 都會的 有一種 白馬王子 是自己腦裡想的事情 但是實際上 連他們自己喜歡的那個對象 他們都覺得 是不符合自己的條件 無論是身家 條件 經濟 外形 種族 都是不吻合的 你們不就是喜歡那個人 然後你們 還會回來問我 究竟那個男人 喜歡什麼類型的女生 其實人 真的沒有那種特定喜歡的類型 哪會有的 我覺得愛的那種產生 除了那種很籠統的說緣分 也都是很看整個人 你們之間的相處 那個 chemistry 或者是 究竟他有什麼可以勾起到你 那種的愛 所謂 不是這樣一句半句 他喜歡長髮 那你去留長髮 他喜歡女生穿裙 那你天天穿裙 那不是這樣 是的 那 今天這條片 就講到這裡 我已經覺得自己 講到很沉悸 我有時候 都在想 究竟是否不應該再講這些良性的事情 是不是香港 究竟沒有人講 所以人們就會將這些問題 重複又重複 那些故事都是差不多大同小異 只是時間地點人物不同 但是網路都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一路這樣copy 一路看 我都是看回一些 差不多很類近的事情 我覺得有時候 女生真的 這個很真心這樣說 真的要面對現實 不要這樣 因為你喜歡這個人 所以你去找一千個理由 去覺得 因為這個男生對我 怎樣都是有意思 他怎樣都是愛的 只是他現在這樣 他現在的條件這樣 所以他給不到什麼 他不敢這樣 對我不主動 或者叫我 都是上床 就是 哎 面對現實 不要那麼多理由 我相信 就算一個男生真的不主動 就算他在條件上 什麼都給不到你 他的人 都只會是比較 可能行為上 退縮一點 而不是每一次都會約你出來開房 而其他事情是退縮 對 就是這樣